每年岁末,世界各地的慈祭人都会克服重重困难,返回心灵故乡。 是什么姻缘或人生际遇,让他们与慈祭结缘呢? 欢迎收看经典的TV。 大家好,我是经典大师的总编辑王志宏。 在我们这一期的经典书宰是用了一个年味非常浓的一个书类,就是回家。 一般我们晓得回家是回到跟你有亲属关系的家,哪怕是血亲,哪怕是阴亲。 但是这次谈的一个回家,却不是这样的一个家,是什么样的家呢? 谈回家,有两位来宾在我们现场,第一位是我们这本回家的作者之一的我们的图欣怡。 欣怡,你好。 总编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图欣怡,慈祭大学传播学系毕业,曾任慈祭月刊记者。 慈祭人问志业中心中文期刊部编撰。 财团法人罕见疾病基金会活动公关,现为自由传书。 著有《彩虹上的钻石难飞》,落地生根脾气泰来,来自非洲的三十三封信等多本著作。 第二个是这本书的总编,我们的梅俊。梅俊,你好。 总编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陈梅俊,辅仁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慈祭道旅半月刊记者与编辑。 慈祭月刊记者,编辑主编,现为慈祭道旅从书主编。 忙碌了一整年,短暂放下工作,回家过年,是在外游子的心头大事。 每年岁末,世界各地即将受证的慈祭人 会千里迢迢回到台湾,回到心灵的故乡。 我们在外游子里面有灵状,回到处理灵状。 2019年 上千名海外人士来台受证 证言上人为他们别上辞呈委员证 代表承担的开始 Suchie Master have changed my life and my family life I can say now I'm trying to be a better person every day I'm a vegetarian and I want my family to be vegetarian too When I got home at Lesotho I'm going to talk to more than 1,000 people to be vegetarian 词词人散布在全球59个国家 这次回家一书 收录了29个海外词词人的故事 分享他们如何与词词结缘 乘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台湾 又抱持什么样的心境返家 美金啊 回家不是回到亲属的家 是回到一般称作心灵的家 那你把我们做定义 跟观众朋友讲 这个回家跟我们一般常想的差别在哪里 我想先讲一下回家的由来 那大家都知道说词词是发源于花莲 那最早期就是三十位家庭主妇 他们开始日存五毛钱 去做祭屏障的工作 对 那以口耳相传的方式 就是把词词传播出去 但是这样的方式 有时候行得通 有时候行不通 他们开始就会想说 那我是不是带大家去看一看实地了解 那看一看这样的方式呢 后来在词词里面 就渐渐变成了一个寻根之旅 到后来就把他生化回叫心灵的故乡 心灵的家 所以这个回家实际上有时候 你要有机会来思考一下 那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 我们像猴鸟的迁移一样 就是每年是将一起十万计的单位 从全国各地乃至于全世界各地 所以这个回家的一个潮流 就是包括了不再只是纯粹是 以我们的佛教为主 你会发现我们这回家的一个家人们 有包括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种族 在不同的文化 所以横跨了欧亚非等大洲 横跨了不同的人种 做这样的一个集结 用回家来概念的话 对在过程期间是很有趣的 但实际上那个回家的旅程 跟意义是不一样的 我们请我们的心仪 因为心仪曾经在为了采访 在非洲待了一段时间 那实际上像这一次你也写了几篇 这个回家路程非常有的 从南非 从莫山比克 举个例子来跟观众朋友说明一下 这个回家对我们来讲是容易的 对这些非洲的法亲们 他们是如何来看到这件事情 就举个南非的例子好了 我们南非的第一位本土志工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黑菩萨 是 格雷蒂斯 其实格雷蒂斯他的故事 是普遍很多南非人的故事 因为那时候可能政治暴动 长期的种族隔离 所以他们其实长期都受到这一些可能 这一些可能政治的暴力 然后经济上的压迫 所以他们的生活 股片都在贫穷线以下 那格雷蒂斯他其实遇到慈悸的这一因缘 不是因为通常我们都觉得说回家 就是为了要见正眼法师 是 可是就像刚刚总编讲的 回家这个定义不单单只是这样子而已 格雷蒂斯那时候就是因为他心灵上 他太缺乏了 然后他那时候他的先生还丢汽油弹 要试图把他跟孩子给烧死 然后他一无所有之下 穿着很单薄的衣服 然后赤着脚 然后来到慈祭的衣服发放的地方 来领取物资 是 然后刚好被我们那个 排名水潘师兄 没有错 关爱了他 没有错 但是实际上有时候在故事里面描写 也不只是说我们给他全部的照顾 而是给他说你要有信念 你要来学习照顾别人 对 所以格雷蒂斯就把人生做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转变 刚开始来半信半疑是不是 对 他甚至还觉得说 马尔克 你疯了吗 就是我那么穷 你还要我再去照顾艾滋孤儿 你疯了吗 或者是那些艾滋病患 碰到他们会死 是 我那么穷了 我不要再生病了这样子 对 所以可是久而久之 他跟着排名水师傅 这样子坐下来之后 他心灵其实在这个付出的过程中 他得到了非常多的慰藉 是 然后这个慰藉让他 以前他就说 他就说 如果有人问我说 是谁让我的家都没有了 我会说是我先生 而且我要把他杀死 是 可是现在当然有人在问我 我会告诉他说 他忘了 我忘了 是 有时候大家都很不太了解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回家是善之路 这个善跟爱之路的时候 中间经过一番的一个洗涤 跟一番类型的一个过程 所以有的葛雷蒂斯 不仅是从以前需要人家帮助的 他开始变成去帮助他的乡亲们 甚至于跨国是不是 跨国去辅助其他国家的人 对 没有错 而且他其实在跨国过程中很有趣 他说他看到他以前的自己 他那时候去石瓦寄篮 然后他就看到一个老人家 头发流得很长 然后都是纠结乱发这样 然后非常肮脏恶臭 他就落了当地之工说 我们去帮他洗澡吧 结果当地之工纷纷退了好几步 然后就说不用不用 我们站在这边帮他祈祷就好了 然后葛雷蒂斯会笑说 他觉得他好像看到当初的自己 因为他当初也是站在门口 然后看着潘名水师伯 潘名水师伯去帮那个艾滋病患者 来做晋升的工作是不是 是啊 所以实际上是 这个是葛雷蒂斯 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 现在是非洲有更多的例子 我们先回到一个 我们墨山比克的一个带领 他是一个台湾驾到墨山比克的 他的故事又另外一种是 实际度会先跟一个很重要的故事 是 他其实是为爱而嫁 就是因为爱情 所以结婚到了墨山比克 可是他其实他先生算是墨山比克 比较算是白领阶级的人物这样 所以他就说 他住在一个非常好的地区 可是只是街角而已 转个弯 转个身 他看到的是杂乱的铁皮屋 然后生活困苦的人们 就在他身边 但是他可以喝一瓶几十万的红酒 但那一些人一天可能连一块钱的收入 都非常的挣扎 是 对 然后在这当下 他就很积极地想要去寻找一些 所谓他心灵上的解答 是 生活上的出口 是 对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说 南非有慈悸人 然后那些人所做的事情 正是在帮助这一些 他想要去接触的人 所以戴灵师姐他其实是寻寻觅觅 谁也不认识 一个慈悸人也不认识 然后就这样 早上的南非慈悸人 然后请南非慈悸人来到墨三比克 带着他一起深入这一些品项 最后他就创了一个 第一个在墨三比克的一个会所 开始有他当地的志工开始接引了 所以在前一阵子的那个水患 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没有错 他其实因为戴灵师姐他自己也有讲了 如果当初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 今天其实爱不会深入到 那么多的一个地方 欣怡 实际上你本身也是 那种慈悸大学毕业了 也在月刊服务的 慈悸月刊服务的一段时间 也去采访过很多慈悸的国际援助 也在非洲住的一段时间 但是这一次的指派 你要碰到很多 你都才第一次见面的一个 等于讲我们SoCo的师兄姐们 是 那结起他们人生的经验 结起他们对慈悸的经验 对你这样子来讲的话 你的收获在哪里 慈悸人不是只有一种人 是 他们接触慈悸的SOP也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 你会发现不像台湾 好像比较单纯是不是 对 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说 一定是有人跟他接 他走进来了好感动 然后就成为慈悸人这样子 不是的 譬如说我们在星巴威 星巴威有一位第一颗种子 朱金财师伯 对 这位师伯很有趣 他其实他已经自己在星巴威行善了好长一段时间 他常常都是 因为星巴威后来有受到通货膨胀之苦 所以朱金财师伯他那时候就去买了 他可能有空的时候 他就去买很多条吐司面包 然后载着他家的师姐跟他们家的孩子 然后就出去像旅游一样 那只要看有比较贫困的村落 他就停下来 然后就分送面包这样 这样默默地做了好几年 那有一次呢 刚好那时候电视台有接收到大爱台 他看了之后他就想说 这群人做的事情不就跟我一样吗 那我也是慈激人 对 我也在做发放 我就是我应该也是慈激人 对 他自己认证 所以很有趣 他做了整整五年的时间 他才终于回到台湾来 而且还是上人叫他回来的 他就觉得说 哇 好了不起喔 一个我没有 也没有皈依 也没有受证的人 但是以慈激人的名义 是 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自掏腰包 从来没有要求 或者是请求过任何的资源 所以上人请他回来 请他回来他还不回来喔 他还说 哇 那我这趟回去的机票钱 多少钱啊 花个一两千块美金 我可以多买多少面包送的 没有错 所以他拖了足足五年的时间 才回来 是 我原本不是穿口 是八个时就穿口 因为我那时候工厅 我为台湾进两家四十岁 我买一家料 我就本地就上了 另外一家就没买了 就都关了 朱金才以前在南非设成衣工厂 1995年搬到星巴威发展 没想到几年后 遇到星巴威严重暴动 工厂接二连三被抢 偶然读到 不失转业障几个字 朱金才开始积极投入行善事业 那时候其实接触到慈祭 就上人的法以后 我才觉得说 我那时候的想法 是一种 以做生意的眼光来看 是一种买卖的行为 我个人后来觉得 因为当初布施 因为别人家都不知道 但是我心里很清楚 我是用一种布施来求心灵的平安 直到2006年 朱金才看到大爱电视台的节目 得知全球慈祭职工行善步伐 也开始加入慈祭职工助人的行列 如今 朱金才是星巴威的慈祭窗口 也一步步带着当地黑人成为职工 在星巴威进行发放等慈善工作 人家就叫我 最多的事 当先生在看来 我买到蓝色的色彩 但当先生在看来 我买到我的产生 为何我这样做呢 为何我一起做事 为何我以为 我认为 我那时候 我家人和蓝色彩 来和我们 那为何我们一起来 去帮助人们的最佳人 非洲它基本上的一个经济的开发比较慢 所以在做一个慈善工作 能得到一个共鸣 所以师父这个是很棒的一个方式上 让大家寻善的足迹在走 但是以开发国家之间 实际这边发展的模式就不一样了 那个心仪也写了另外 一对夫妻的故事 德国的陈树伟师姐 对 那其实像刚刚总编有提到说 其实在欧洲我们 在非洲我们会觉得说 似乎这个行善的脚步是比较容易的 可是在欧洲我们就觉得说 欧洲资源很多 对 像德国已经是一个非常开 已经非常好的整个社会福利 比我们好太多倍了 但这也成为是我们当地慈禁人 一个所谓的困境 对 你看越好做的地方 他们其实是越难做的 譬如说陈树伟师姐跟他家师兄 他们家师兄也是德国人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其实 他们最近其实在关怀那边的 所谓的难民 他们其实要去关怀的时候 就遇到一个质疑 你们是谁 大家只认识可能红十字会 火国界医师 不认识慈记 你们是谁 那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对啊 那所以他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跟心力 准备了非常庞大的资料 然后去试图去说服大家说 拜托让我们做 所以让我们来帮忙 这些难民们是不是 对 没错 这个是在欧洲 跨到美洲 也是有相同的故事 也是数千数以万机的 我们请一下梅庆 跟我们做个分享 我想要举那个 二瓜多的珍妮佛为例 是 对 那珍妮佛呢 他原本是住在美国 非华裔的人 二瓜多人 对 二瓜多人 就是因为 慈记到二瓜多震灾 那他有机会 过去跟随着慈记震灾 然后投入 那之后呢 三年前他第一次回来台湾 那回来台湾之后呢 他也参加了 因为他们海外 海外慈记人 难得回来一次 一定会有安排一些 大家互相分享交流的 一个课程 是 是 那他在里面 像他就听到 南非慈记志工的分享 是 那他就非常感动 然后他就发愿说 他要回去成为 就是说成为 二瓜多的第一颗种子 然后希望可以带出 更多更多的人 其实像我们先问一下 欣盈友 像刚刚才讲 那个Jennifer的故事 这个回家这个地方 好像不是那么轻松 我们回家团聚 现在这个回来 这个过程之间 因你采访这么多 不同的个案 我觉得这个家 代表另外一种 不是我们一般所谓的 亲属的家 是不是 这个家已经是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位界 是 是 很多人回来不单单 只是为了回来休息 是 身体上的休息 并不是的 而是心灵上的一个 休息跟充电 是 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师姐 她在阿根廷 红良代师姐 是 是 是 其实在海外做慈记 真的是不轻松 因为你在台湾 你会觉得台湾慈记人 很多 自愿多 是 但在海外你什么事事样样 很多其实都要靠自己来 是 那偶尔也会有一些挫折 是 那良代师姐她就说 每次不 身地回家 身体地回家 她回到台湾 看到上人 一句话都不用讲 她就觉得 哇 一切重担 似乎都已经放下来 是 是 是 那如果不能回台湾 她就说她眼睛一闭 她就回到家了 是 是 是 对那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一个位界 梅庆在编辑这本书的时候 应该是满满的感动 对不对 因为很难想说 我怎么样告诉大家 这个像全世界 现在新兴地回到台湾 这个某方面像西方来讲 是一个朝圣之路的概念 但是我们把它内化成 叫做简单的叫回家 可是它背后这个回家意义 可是相当地大 对不对 回家它可以从小我跟大我来看 它的一个意义 那其实从小我来看的话 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会去寻找自己的人生意义 跟也希望说在人生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去实现自我的价值 对 那回家呢 当然我们回的不是身体躯壳家 就是要回到心灵的家 也就是这样一个寻找的过程 那从大我来看呢 其实我们常说慈祭是一个大家庭 但是上人也常跟我们说 要胸怀天下苍生 所以其实这个大家庭里面 不只是慈祭人 还有苦难的众生 那我觉得我们这本书呢 想要呈现的一个 就是说寻找自我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慈悲利他 我们回来这个地方 除了见一见大家心爱的上人之外 看看这个环境 看看所有的常住师傅们 看看所有的法经们 这个法经就变成很重要的一条线 大家钉在一起 这钉在一起的时候是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 有个皈依 有个依规 有个依靠 但是也是个力量的一个灵结 这个力量就变成 好多的一个种子 好多的星星 散在大宇宙之间 大家才为了一个 善的力量在做 所以他某方面用这样的想法 你才看到这个 每年的这些 从南美洲 从非洲 从欧洲 从任何地方 亚洲 回到花莲这个地方来的动作 我觉得变成台湾现在 另外一种 很特殊的一个什么 善之图 是不是 我们讲善途 心意同意吗 同意 而且这个回家之路 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刚刚讲的例子好像是 他们随时都可以回来 伟生师博一年回来 因为他们很近 又有连航式快便 对 但是你知道吗 宏都拉斯的那些志工 因为他们其实 我们很多可能海外的一些本土志工 普遍来说他们的经济状况 都没有很好 那宏都拉斯那些志工也是一样 他们经济状况也算是 普遍算是水平之下这样子 是 听懂 可是他们就好想要回来花莲 他们做了十几年 十几年 他们想说 我一定要回去看看我们所谓的家 是 那时候呢 你知道他们要回来多不容易 因为他们没有存折 他们没有存款证明 其实有存款证明 其实找到钱了 但是他们没有美签 对 没有美签 没有签 所以转机过程都很困难 他们必须要从宏都拉斯转到墨西哥 然后墨西哥你知道转机的时间 还不能在大厅走来走去 他们要在移民间里面 待上一整个晚上 睡就睡在地板上 飞机又飞到日本 在日本又等了一下 才能回到台湾 所以这整个旅程 可能是横跨了一两天的时间 听懂 很累很疲倦 但是他们执意要回来 是 这种力量就好像是一个 猴鸟飞的方向 都好像是天空上有个磁石 在吸引着他们回来 所以这样回家的力量 跟回家的队伍 真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 一个因缘所汇集而来的 像这种千计万计的 这个持继人回家 每个都很特别的故事 但是你在做这个编辑的过程之间 你用什么方式来做 不同的一个筛选 当然这个主要是让读者能看的 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发型 是不是 当初我们要编这本书 我们也希望说 收集很多各种不同的题材 所以就是尽量找不同国家的持继人 然后尤其是本土之工 对 在编的过程当中会觉得说 这些本土之工 其实他们可能有时候连 他们中文绝对是听不懂 然后是要透过翻译的方式 去了解持继的精神 持继在做什么 对 然后可是他们却很认真的 在那边吸收 对 那像我记得那个海地的丹尼尔 他回来台湾的时候 他跟上人说 我如果生在台湾的话 我要当你的右手 可是上人就告诉他说 你回去海地做我的一双手 是 看这样的书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大家 不管有义无义间 不管是主动或被动之间 一旦认识着整个行善制度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趋势 就变成大家内心的一个冲动 那在行善的过程之间 多少就想回到家里来 受到这个大家庭的一个避遇 彼此互相的取暖 彼此互相的壮大 所以有时候是回家 每年都真的不可失忆 这样千计万计 坐了多少的飞机 坐了多少的车子 然后这样子费尽千金 快回到这个地方来 我想某方面 这个回家好像很简单 但是它普得是一个 我们当代由慈基人所 写下来的很特别很特别一篇 一篇篇是世界间的一个 爱比善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要谢谢那个心仪 也谢谢我们的那个美军 采访或编 这回家这本书 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书龙 也是我们当这个文史工作者来讲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再加上谢谢大家 也欢迎大家同一时间 去收看我们的经典特天 经典杂志二月号 夏天我们喜欢站在 凉爽的树荫下 冬天则踩着温暖的木地板 木以各种形态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木工教室越来越多 让我们在敲打中享受手作的温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